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与你分享我的音乐故事 你最懂的人是谁 而谁又能真正读你呢 今天的故事 要从迪士尼电影小飞向的主题曲 《baby mind》说起 《baby mind》是小飞向的母亲 在抚慰孩子时的耳语 那柔软的瞬间 极肤画面感 宛若星辰照耀着短暂的黑夜 在彭里录制中文版的主题曲时 我突然觉得 他就是写给自己的 只要真正看懂你 都一定深爱着你 这一句特别出动 身为音乐剧演员的我们 也许不会被那么多观众簇拥 然而 面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时 还是会坚定地逆风翱翔 懂你并深爱着 其实 这种感觉一直都存在 甚至是我生命里 如影随形的召唤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长久以来 我不会给自己太多框架 也不会被外界的纷扰所改变 当身旁有一个人开口说 懂你时 那一定不是居高临下的 怜悯和同情 而是心与心的碰触和融通 时光义无反顾地挤持着 谁也无法让它驻留 十五年前 白老慧的一场音乐剧 《猫》震撼了我 也让我第一次对音乐剧有了概念 时常 我们只是去探求生存之道 却忽视了生活的魅力 后来 我也不出意外地选择了音乐剧的专业 记得毕业那年的大戏是《集乌出租》 我饰演了一位身宽艾滋的大学老师 Carlis 为了还原原版的人物造型 朋友的妈妈 还特意帮我支了一顶 和原版一样的帽子 也许 正是过去的自己 鼓励了今天的我 前些日子 当我得知自己参与的音乐剧 门票竟然在开票后的一分钟内受空 趁等 这一分钟 我等了十年 时间 扩张了我生命的边界 它是一种犒赏 也是一种旧书 转眼 入行已经十年了 对我来说 音乐剧不仅是一份事业 也更能让我在其中找到自己 有时 静下心来 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个行业 有彻底离开的 也有选择去做歌手或者演员的 演员在登台之前 总要先暗示自己 这是真的 而在谢幕之后 再告诉自己 这是演的 在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里 我试图贴近他们的精神气质 与内在灵魂 记得作家黑赛 曾在《彷徨少年时》这本书里 指引过患得患失的年轻人 他说 对每一个人而言 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 找到自我 然后在心中为其坚守一生 全心全意 永不停息 所有其他的路 都是不完整的 是人的逃避方式 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 是随波逐流 是对内心的恐惧 其实 在生活中 我也会常常这样暗示自己 迷茫 或许是人生的常态 但请你别忘了 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被支配 才能问心无愧 今晚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了 期待你的留言 让我再次把小飞向中文版里 这句歌词送给正在聆听的你们 记得 你要为自己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